诶,你好,高中我就听过您的讲座,我真的,我是郑州,然后在郑州河南一某二本,然后二一届毕业,应届上文职,有很多敏感,一说太多太敏感,我就是现在想辞职考研,我这样就给你证明了,我蹲了你好多天啊老师 刚才是他说的,说连他肯定出效果是吧,老师是我,正好是说到这个东西了,但是我怕这个被掐断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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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言难尽,老师真的一言难尽,对,我懂,你别说了,我懂,我刚才我都把本质都给你说出来了,对吧 对对对,老师,你太实在了,真的,你为大家考虑,我知道,我喜欢你那么多年没白选 我上高中我就喜欢你,你没变老,真的,一点没老,还是那么年轻 这个正在录屏的兄弟姐妹们,把这哥们的那个,回头,回头你,你连完这个,卖你改个名 好吧,然后的话,对,然后的话,你什么专业毕业的 我是计算机专业,技科,技科,然后一站考研,我数学很差,然后我就是你说的那种 学不会是真学不会,我总分是280多,数学38分 那你还要考数学吗,我不考,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最近了解这个 物流工程与管理将来做供应链算法方向,就是我算法之前还行,但是 就是做供应链算法或者供应链管理方向,您觉得行不行,如果考这个软件 你数学不行,你怎么算法做的还可以呢?这是,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呢? 就是天梯赛,这大天梯赛,您知道吗?还有蓝桥威 那个学,都可以,都得过奖 你数学不行,算法很好,这也是个奇才 但是高数,算法也不是说很好,就是能学 但是高数实在是差 就是那一年可能刷题也太少,但是我现在不敢考数学了 就是,如果考这个物流工程与管理,您建议吗?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 因为真的具体到具体算法的时候,人家一般还会用人家 就是计算机的,就是计算机是一个专业,他可以为各行各业来赋能 他真正要赋能的时候,他不会找一个这个专业的人去做赋能的 对,就算是如果要到最后涉及到你涉及到一些大的物流企业 因为你要说物流企业算法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这个车到哪去,卸多少货,然后装什么货回来 它涉及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效率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物流工程这个专业,它在学术阶段 它可能属于叫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就是用这个运筹学的相关的知识 然后的话去把更多的事情变得很合理 我这个车,我从苏州到北京,我路过哪些地方 很有可能我这个,那我要不要,比如说有一个货到虚州要下 那我到了虚州以后的话,我要上什么货,然后到北京 你这个车来回怎么样跑得更加的效率更高 然后的话你到那你不要空时,然后如何配货,配什么样的货 然后的话等等等等,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用运筹学的方法来算 这个就是所谓的物流 但是它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的话 它还是会用一些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人 而不是用这方面理论的人 所以说的话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 那就是如果其他不考数学的专业,您有建议的吗 像你看你想干嘛了 看你想做什么 就是我想换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个一上来就感觉跳板特别低 我想也想去大城市看一把换一种活法 就是 但是同学你要知道你又不想考数学 我要是你的话 如果说你对计算机这方面很感兴趣到 我要你的话,我可能会死磕数学 你不是没学过高数现代概率啊 对吧 你如果说数学特别差的话 你把概率给去掉,你考专硕啊 你没有必要非得,对吧 要是我是你的话 我可能会考一个相对档次比较高的学校 然后往专硕去考 然后前提条件是他考数学二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还会考本专业 就是老师我有一个点就是 可能稍微耽误一点时间 就是我有当时的室友什么的 有很多考上计算机的员 也有二一一什么 但是他们感觉说是将来想 马上就要就业了 还有一年就要就业了 他们还是没有说和研究生方向有很大关系 还要在自学加瓦,在搞加瓦 就是我本身对搞加瓦 这个我当时我也找到相关的工作了 一年也有十几 然后我就是有点不太那什么 也不太想做这个行业是吧 对,我发现他们上研究生还是自学搞加瓦 和本科没什么太大的 这个我觉得是你的方向没搞对 就是我这么说吧 就是说我了解到的 因为它有很多方向 比如说你像人工智能 然后的话具体算法 然后的话刷题刷Lid Code 你当时Lid Code你刷的怎么样 这个我刷的比较少 就大一大二 那你不得自学加瓦去搞编程 那你没办法 你刷题 你刷题量不够 那你不自学加瓦搞编程 那不就 对吧 那你这声说句不好听的话 那你这个就应该的 就没办法 你刷题 你还不怎么刷题 你还想去做深度学习 还想做算法 还想做深度学习什么的 那你不可能 你题刷的不够 这个还是 比如说像211的装作什么 还是看个人本事 将来就在方向 对 是的 我再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前两天 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的话 因为我们公司背后 就是那个微软嘛 然后的话 我请了几个微软的工程师过来 然后的话呢 中间有一个同学 是安徽大学的 是安徽大学的 安徽大学这个学校 你想它的计算机 在全国整体排名 也不是特别的靠前 但是它也是一个211 对吧 然后的话 我当时我就问那个同学 我说同学 你当时你们在 就是你作为一个 安徽大学的研究生 然后的话 你觉得 你比那些安徽大学的研究生 没有进到微软的同学 你能力强在哪里 他说我没比 我没觉得 我比别人能力强在哪里 我说那为什么 我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当时在安大 投微软简历的时候的话 是你自己投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 它是不是信息差的问题 我说是你自己投了 还是你实验室的同学 还有你们学校的很多 你认识的同学 在你这个专业的研究生 都投了 说张老师 我们都投了微软的简历 但是第一关比试 我过了 他们没过 就这么简单 明白 所以说 我明白 当然我们学校 也有这个大厂的 虽然是二本 就是能力在哪 对 所以说的话 就是看你的 整个的个人能力 如果说你个人能力不行的话 白搭 你的院校档次 能够让你更加的 容易进入到 各个大厂的事业范围之内 但是你能力不行的话 那你可不就得加瓦了吗 老师就是 我还有个问题 想资讯一下 就是我在这个单位 也是个比较特殊的单位 就相当于法院 就是我在这考一个法考证 再考一个体系内的 他们体系内的 你考不了 法律非法学 你考不了 我是二一届毕业的 好像正好赶上了 你是老人是吧 对 如果老人老办法的话 你可以考 就这一条 你如果想考研和这一条路 相对比的话 你更建议我选择哪一条路 其实我也可以考一个体系内的发现 我知道 我这么跟你说 我同学 就是因为 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单位的 那个所谓的体系 跟你最后进入到 那个队伍是一样的 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他们两个很像 就是将来当律师的意思是 不是的 不是的 同学如果说 你要将来想去 所谓的当律师的话 你最好是什么 你最好是先进到体系内 就是 比如刚才那个同学 我们直播间里卖的时候 刚才有一个同学 想学法律那个 就是他想去毕业以后 直接去律所工作 其实说实话 我个人一般不推荐这种走法 因为如果说 你直接去律所工作的话 你的经验 你的人脉积累 各方面的话 你会积累的非常慢 而且的话 多多少要碰运气 但是如果说 你在一些法检系统内工作 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积累案员 积累经验 咱就这么说 你想现在中国的法院 一个法官一年判 三百多件案子 他一年判三百多件案子 你想他什么样的当事人 没见过 什么样的案子 没见过 而且的话 他本身 这个内部的 这个法检案 对 所以说的话 但是案子太少 对 所以说的话 但是在民间可不是的 在民间这种很多的 民间法官都快累死了 你知道吧 我明白 我们也有一点交流 就是 对 在我现有这个条件下 您是建议我 直接出来考研 还是 如果说看你自己 是要不要 要不要走这条路 如果说你要走这条路的话 其实你只要有恒心 肯定能过掉的 就是如果说 你看过相关的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 是难不难 是难 但是说实话 你知道 咱们的历史职业资格证 第一年考的过关率 有多少 个位数 但是现在都过关率是多少 最起码接近20%了 对吧 所以说那个玩意 你会发现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说在这方面的话 你会发现 可能发考考一年的 考两年的 考三年的 但是他只要说 真的有恒心去考 基本上都能考过的 所以说的话 就是你要想走这条路的话 就是如果说要去体制外 做律师的话 强烈建议你 现在法检系统 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 把你的经验 把你的相关资源 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 然后你再出去 明白 老师就考虑我想法有点多 我还有个想法 就是我的性格 是相对比较开朗的 就是相比技术性工作来说 我还是有时候 更愿意做一些 灵活性的工作 就比如说 如果走物流工程师管理 以后 这个专业 就业到底怎么样 就是建议 一般般 说实话 明白 一般般 老师就是 我甚至 我确实是您的小秘境 我之前还有过一个想法 就是万一 我想一如没连上您的话 我可能就直接辞职考研了 我万一考研没考上 我去苏州 下车 我感觉这个高考 报纸家这个行业 这个很有前景 就是 有这种可能吗 我们这是一个周生的直播间 不是一个周聘的直播间 你这个 你这个有点那什么 你这个有点那什么 因为这个 你要有这个想法的话 回头你可以把你的 这个简历去发给我们相关的老师去看一下 因为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平台 好多好多老师都有 然后的话 你可以发给他们 因为我我自己的那个号 我一般不怎么看 但是他们都会看 所以说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简历 给他们看一下 好吧 明白明白 老师非常感谢您 您今天的这个建议 让我真的受益匪险 我给我的名字了下来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为我们短视频提供的素材 好吧 谢谢 非常感谢老师 回去我要换头像 这哥们儿这真是